三文件啦 主席好 各位大家早 上次陈环虫教授的事件 就引起很多的有关于气转的讨论 当时其实有很多是 伦理冲突的议题的讨论 今天我们看到生计新药发展条例的修法 对于那时候产生的一些 关于伦理的质疑跟争议 今天在修法的时候 竟然没有一并的来提出修法跟讨论 只有再继续的开放这样的一个适用的范围 我们觉得非常遗憾 上次在开公厅会的时候 我们中研院的院长 他讲了有一些例子 就是指出国外相当鼓励产学合作 但是他并没有把重要的东西讲出来 事实上在国外的像美国的联邦法规 就有规定 就要记转的时候 利益冲突要回避这个问题 在美国的各个大学 根据他联邦的法规 那么大学他就会订定比这个联邦法规更严格的利益充足 比如说像这个 这个耶鲁大学跟John Hopkins都是规定 研究人员 他研究结果 撑上到个人或家庭的商业利益的时候 原则上他不得参与该研究计划 那除非有重大迫切的理由 然后经过这个很严格的审核跟公开的程序 那么哈佛大学也规定 就临床实验 涉及自己家人或担任顾问 或拥有股票等财务的这个利益技术 该研究员不得参与 除非他所拥有的股票利益 小于上万块美金 而且这个一定要是 公开交易的股票公司才可以 但是我们的生计产业发展条例里面 竟然这些利益回避的 这个冲突利益回避的条文都没有规范 那这个人他只要经过 这个学校机构的同意以后 他去设一个公司 可以有10%以上的股权 甚至还可以留在学校里面 或是这个机构里面做一样的研究 那这样子这样的一个 我开一个公司 我继续在学校作业 就是把学校的资源 或者是国家的资源 继续弄到这个公司来 这个说不过去 说不过去 所以在这里面其实 应该要去修的 在上次的事件以后 应该是在讨论说 在这个生物记转的过程里面 你们今天写的第10条 里面的意义回避 应该要怎么样来检讨 应该怎么样来写才对 不然的话 一个公务人员 他把他研究的东西 一既转出去到自己的公司 然后还继续连接在这个机构研究 那拿国家的资源 一直在 转到他自己的公司里面 我想这是不合理的 那经济部请你上来讲一下 就是说 为什么你们这次不会对这个 利益冲突的东西来做一个修法呢 我跟委员报告一下 这一次的修法 只要是把那个医疗器材的定义把它放宽 我知道 但是比较大的问题是在这个利益冲突的东西嘛 这要利益回避的东西 这么明显的上次的讨论里面 其实有很多人点出来了 但是我们竟然没有去做 做修正啦 那只是一直在 我们不反对这个计转的东西 但是利益回避的东西 一定要严格的管制 不然的话就会把国家的资源 不断的用到这个私人的这个企业里面去了 除了他享有这么多的这个 这个税的这个利益 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优惠以外 他还在继续享受国家的这个资源 给他的这个研究的费用 他还一直用在他的公司里面 这样不对嘛 我跟委员报告一下 有关这个技术移转 或者利益回避的事情 在我们国内都有别的法律规定 可以来约束 没有 所以才发生一下委员讲那件事情 没有 我们没有法律这样的规定 我们的科学技术基本 科学技术基本法 生计新药产业发展条例 甚至中央研究院的成果发表的管理 要点里面都没有 都没有 假设属于中央研究院内部的管理的 我说连里面那个都没有 那个只是他的管理要点都没有 我们的两个大的法 科技法 基本法跟生药 这个生计新药产业发展条例都没有 但是我跟委员报告一下 这个对于机构或是国家 拥有的制裁权的保护 这个经济部 在所有经济部所辖的法人机构里面 都有相当严谨的定义 以避免利益输送 啊就是没有嘛 啊就是没有嘛 所以上次在公听会的时候 大家有这个地方 有很多的讨论啦 你们就是没有回应嘛 没有啦 黄委员 你可以提案啦 如果说法令有不作响的地方 是不是提个案呢 我们来修复 我是要提案 但是我没想到这么快就先来了一个这个 这个 已经再扩大了 还没有去做那个的时候就已经要扩大了 就是说利益回避的东西 有争议也可以先摆成 好好谢谢 有这样的法案 好谢谢 谢谢